ok 那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來說這個影片 影片它其實和MP3的方式是一模一樣 下載MP3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 那剛開始我們一樣是先複製你要下載的這個影片網址 一樣是複製你要下載的影片網址 之後來到這個頁面 來到這個www.2conv.com這個頁面之後 來到這邊 將我們這邊 這個空白欄位 這個空白欄位 如果它有出現字就把它刪掉 它有出現字就把它刪掉 那刪完了之後它現在是空白的之後 空白的字之後 跟這個空白欄位 它現在已經變成空白欄位之後 我們在這邊按下右鍵 來做一個貼上 將影片網址把它貼上在這邊 那剛剛我們都是用這個 Cover to MP3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要變成這個其他格式有沒有 Cover to other format 有沒有 點這個 點這個 在這邊有一個小圈圈 它現在是這邊有一個綠點 代表說我們選這個 那現在我們是要把它下載整個影片的話 就是要點這個 點這個 嘿 點一下 有沒有 綠點跑過來了 嘿 綠點跑過來了 之後我們就可以按下一步 按下一步 它就會進行一個這個 這個一樣是資料的擷取 然後在一個轉檔的部分 那它這個下載影片它用的時間會比較長 用的時間會比較長 因為影片的這個格式它的容量會比較大 會比較大 所以待會大家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我將這個 這個 教學的這個影片 提供給大家 大家待會去做一個練習 做一個練習 那 它 出來之後 出來之後 大家可以發現到 你將這個 它出現在這個畫面的時候 您將您的這個 滑鼠往下移動的時候 會發現到 它這邊有很多的東西要你做一個填選 它這邊會有這個欄位讓你做填選 有沒有 嘿 但是我們只要動幾個就好了 我們只要動幾個就好了 嘿 就是第一個 這個 嘿 Output Format 就是說 輸出的格式 這個 輸出的格式 嘿 那我們就是點一下 現在我們是要輸出成影片喔 所以說 所以說我們是要按這個 Windows 這個 嘿 這是影片的格式 這是影片的格式 選這個 選這個 然後就會出現AVI 這個就不要理他 這邊它就是預設 預設 這個都不要按 我們就改第一個 改第一個 然後 還有最後這個 就是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 嘿 那名字這邊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更改 例如現在太多字了 我只要周杰倫公主病就好了 那我就點一下 那我就點一下 來做一個刪除 現在我要刪 右邊的字 我要按哪一個字 我要按哪一個按鍵呢 我要刪 右邊的字 delete delete 有沒有 嘿 它就整個刪掉了 它就整個刪掉了 好 出 好了之後 好了之後 一樣再把這個 頁面往下滾 往下滾 之後 再進到 下一步 下一步 按一下 嘿 之後 它就開始做一個擷取 有沒有 再做一個轉換 將畫面移上來一點 你就看到它在做轉換 那在做轉換的當中 當然會比較久一點點 嘿 大家耐心等待 等待是一種美德 嘿 對 有很多在網路上的東西 其實都要等待 有很多在網路上的東西 要等待 因為 在網路上會塞車 今天才看了一篇報導說 台灣的這個網路速度 嘿 網路速度 是倒數第四名 全世界 國際間倒數第四名 嘿 很遺憾 很遺憾 然後 接下來 它一樣會跑出這個畫面 download 嘿 就代表說已經轉好了 轉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它的 它的這個 title 就是它的這個名稱 改成 已經縮短變成周杰倫 公主病 有沒有 嘿 到這時候 我們一樣把這個 呃 移下來 你可以看到這個檔案的大小 89MB 喔 比較大 剛才我們只有6MB而已 嘿 大的十幾倍 將這個 頁面再滾下來 再滾下來 它就有這個Direct Download 嘿 點一下 點一下 一樣 按下儲存 按下儲存 點一下桌面 點一下桌面 那 這邊 它是不是後面又出現這個 後面又出現這些字 如果不想要的 不想要的話 就是把它刪除 把它移掉 把它移除掉 它現在藍底白字了嘛 那我們就把它移掉 打上你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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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周杰倫公主病這樣 打好了 打好了之後按下儲存 按下儲存 它就會下載 那這邊它會有這個 預估時間 大概是4分鐘 4分鐘 嘿 所以說 所以說 就是沒有沒有想說 要讓大家來做一個操作 就是這個原因 下載好了之後 下載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將這個頁面 畫面把它縮小 縮小到這個桌面上面 看它有沒有存在 它有沒有存在 嘿 那如果說有的話 就代表是成功了 嘿 就已經成功了 那如果開不起來的話 可能是因為說 下載過程中有問題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這個 我們的這個播放軟體 沒有支援 沒有支援到 嘿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再來重新下載一次 試看看 再重新下載一次試看看 嘿 那這個就是 我們下載影片的一個步驟 下載影片的一個步驟 喔 謝謝